CAMP CAMP 啊哈哈哈哈哈 厲害了吧 換這個 輕巧又好用 歡迎來到27度公寓的頻道 我是五毛吧 我是五毛嗎 在影片開始前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 大家記得先寶按訂閱喔 而其他粉絲們在觀看影片 同時按提供我點也看阿祺姐讚唷 那各位的留言 語言讚都是給我們最大的支持 與鼓勵喔 沒錯 同時在我們資訊欄的下方 有愛用網站的連結 喜歡的人可以點過去看一看囉 一年一度的草莓季又來了 那我們這次從Seven挑選了幾樣我們想吃的草莓商品 和大家一起來開箱 那現在話不多說 趕緊開吃吧 Let's go 這道是 四元草莓蛋糕179元八路 平均一路22.37元 14.5公克60.7大海唷 趕快來試看看 它看起來很像一個巨大的台式馬卡龍 好香喔 幹嘛拿我來看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它是怎樣的一個口感 外層有糖霜 所以吃起來外面就有甜甜的 那咬下去的那一剎那很奇怪 外面就乾到沒有辦法吞 糖霜的下面那個麵包體 是會突然間呼起 像是入口即化喔 奶油呢有一點油 但是呢草莓奶油裡面 卻有草莓的果粒喔 整體來說 70分左右 而且我覺得它非常的適合配下午茶 它一定要配茶 不然還假的 對 或者是配咖啡 都是一種享受 嗯 整個就是讓你覺得 沒有那麼誇張 那所以這道我們推嗎 我個人是不推 不太會想吃下一個 一個22塊多 的確它CP值不夠高啦 那所以這道我們就 沒有如果您推的話你可以推 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吃 可能比較符合我的口味 因為我是螞蟻人嘛 它其實有一點 從家的鏡頭 被我們小狗移到 其實有一點 低啦 配個下午茶剛剛好 那我就推推 這一道是 Open草莓風味跳跳棉花糖 89元40公克158大卡唷 包裝非常的可愛 它很扎實欸 你們看 其實我是因為它寫 跳跳棉花糖才拿它的 我想說 欸會有一個跳跳糖在裡面嗎 欸嗚嗚欸 喔我看到了 有喔它包跳跳糖在裡面 看得出來嗎 包在這個棉花糖裡面 表面真的有跳跳糖欸 沒有它包在這個棉花糖裡面 所以你邊挖的時候裡面都有跳跳糖 有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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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種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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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聲跳聲跳聲 教我 直接 直接跳跳糖倒下去欸 其實這一桶真的是 兒時的回憶 吃一個懷舊感 不然我們大家都知道它不健康 可是就是覺得好好吃喔 而且它有一種驚豔的感覺欸 小時候去觀光區 會不會吵著要買那個棉花糖 會 我吵著要買棉花糖 我還等一下我想要那個氣球 可是氣球我媽不會買給我 棉花糖她會買給我 因為氣球太貴 對 他們覺得太貴 欸我記得那個小時候好像就要100還150 就真的太貴 太貴喔而且有的觀光區域 氣球一顆就要200至250 好啦 這一個我覺得它就是吃一個回憶感 還不錯喔 所以我們這道就 推推 這一道是 日本甘樂膩草莓大福風味夾現硬糖89元 57.5公克 216大開唷 總共一包是14顆 打開之後是這樣圓圓的一顆 然後它外包裝也非常的可愛唷 我原本以為是那一種巧克力 大家應該知道 巧克力草莓啊 然後裡面包一個真的乾燥草莓 結果它是這一個 糖果 它滿失望喔 大家會想看嗎 粉紅色的硬糖 咬掉之後裡面這是軟的 酸酸甜甜的 它有三層 結果我會想看 最裡面像蒟蒻QQ的 非常有層次感的糖果 對 這會讓你一顆接一顆 不會才吃它 你說它味很甜嗎 其實不會欸 我覺得它 它草莓味還好 都是一種 就是糖啊 汽水那一種味道 那我們就 開開 這道是 韓國三冠草莓板狀可可片 109元 80公克 424大開唷 這道是五毛媽選的啦 它應該就是 草莓巧克力 拆得出來 而且它有個貴的 所以呢 想說 應該不會拍照 吃起來頗甜的 但是你吃進去的時候呢 莓果酸呢 也沒有很酸 然後但又微微有一點 尾韻鹹鹹的 但不是很明顯的鹹喔 所以它整個吃起來 才不會讓你覺得 它超甜的這樣子 可是我倒覺得 它裡面莓果 吃起來蠻好吃的 對啊 它是冷凍乾燥的那一種 整個密密麻麻的 還蠻多的 你看到 整體來說 它這個甜點啊 酸味沒有特別去蓋過那個甜 所以會對我來說 有點太甜 但它不是不好吃 我覺得它算精緻的 算精緻的喔 而且做的真的不錯吃喔 那你推嗎 還好 那我就 推推 這一道是 草莓口味非常特別 我們就來吃吃看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如果不喜歡吃 鹹甜鹹甜味的感覺的人 千萬不要選這一道 不過呢 吃起來我沒有到達排斥 它有一點像是 原味的洋芋片 去灑的梅子粉 這是一個錯覺 但它還是有草莓味的喔 搖搖搖搖搖 搖到中間 嚴重影響我在講話 不能發出喝東西的聲音 然後吃進去在咀嚼的時候 突然間有個草莓夾心酥的味道衝出來 很像在吃甲心酥的味道 好特別的口感喔 嗯 硬要寫一個舒芙蕾來騙我嗎 我們看到它的時候超開心的耶 因為我們看到美好舒芙蕾口味 想說那吃起來應該很special吧 應該會很美好 對 反正它就是鹹甜鹹甜的洋芋片 這道真的很看人吃 喜歡吃的人搞不好會覺得超好吃的 那所以這道 我們就看下一道囉 好 最道是 櫻桃小丸子草莓綜合果茶 35元400毫升136大卡唷 我原本看這包裝以為它是草莓牛奶 結果它是果茶呢 幹嘛啦 兩邊不是都一樣嗎 給你啊 你才不會這麼好我跟你講 我沒有下毒好不好 透明的杯子是要下什麼毒 放劈霜也看得出來 它上面寫說果汁少於10% 所以應該都是 有出來嗎 不知道會不會太直接了 哈哈哈哈 就是草莓糖果啊 你知道小時候 有沾白色的糖的那一個 然後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水果糖 打開之後裡面還有糖粉 是不是很像草莓糖果 超像的 然後變成飲料 重點是什麼 你要說它很甜也沒有 所以它喝起來 整個凸顯的味道 我覺得是 草莓味 然後還有蘋果的味道 這裡有小丸子 兩面是不一樣圖案的 中間這裡還有爺爺喔 好啦 那這款起司 不會不好喝 而且喝起來又不會太甜啦 對啊 但是它不是純果汁喔 這款我們微推好了 嗯 那我們就 推推 Strawberry 今天很開心啊 跟各位分享了草莓 寄這一系列的商品 嗯 吃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耶 你的臉為什麼覺得還好 糖吃太多累了 辛糖啊 那我會再回購的就是這一款 草莓反狀可可片 那我更推薦成花糖跟硬糖 如果想要吃糖的話 這時候可以買喔 那棉花糖就是吃一個回味它有點甜 那硬糖我覺得它層次感豐富 蠻值得買的 好啦 那今天很開心啦 欸現在已經禮拜天了嘛 春節假期過得非常的快 即將又要收家啦 那我們2023年就一起努力 一起打拼喔 在此呢 27度公寓呢 非常的感謝各位呢 在2022年的支持 鼓勵 2023年呢 我們會持續的拍呢 更好的開箱 以及更好的美食 嗯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喔 那每週的三五日 晚上八點都會更新影片 要記得收看 記得到我們粉絲專頁按讚 還追蹤我們的IG喔 想要貼近我們生活美食動態嗎 加入我們官方LINE 按右上角的追蹤起來喔 在這邊跟你們say goodbye囉 拜拜